暉中文智利 暉中文智利 請就坐 繼續開會 接下來 增進一言 謝謝 謝謝議長 那再來我要針對 我們三民區的區公所 那個一樓那邊 也是以前我們的哈爾濱所 那因為三民第一分局 他蓋新的然後搬過去 然後哈爾濱所搬去舊的分局 那空出來的地方 我想請問那個民政局長 你知道那個現在閒置的地方 是在做什麼 請局長回答 來 局長當人 謝謝議長 謝謝曾俊傑議員 曾議員這邊所關心的 我們那個是一樓的空間 那目前並沒有閒置 那他現在是作為停車場使用 作為停車空間 依我所了解 現在裡面都停了幾台車而已 那因為在我們後裔地區 那時候存在兩里 就紅包和紅台 沒有活動中心 那好不容易現在有一個閒置的空間 那現在 如果可以讓這邊兩里的里民 來做活動中心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適當 那現在也只是為了停了幾台車 那我想請問局長 你覺得停車重要 還是里民的活動中心比較重要 跟議員報告 我想當然里民的活動的空間是非常重要 但是這個地方 因為它本身是停車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辦法作為里民的活動空間 所以如果這兩個里需要里活動中心的空間 我們必須另外再去想辦法 那這個部分我也詢問過三民區公所 那目前是規劃為停車使用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會有困難 沒有局長我是覺得說 那為什麼之前哈爾賓所可以在那邊用 也是之前那個里長有行文 給那個局長 那回文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地幕不符 因為它是停車用途 那我想說之前的哈爾賓所 為什麼可以在那邊使用 也是地幕不符 那現在已經 它並沒有作為里活動中心使用 它之前有規劃過 那後來有提出這樣的規劃 但是它跟它的地幕使用不符 所以它現在是不能夠這樣用的 我聽你的里長說是 他們兩里的里長都有去 籌了一筆經費 也都準備好了 但是就是因為 過去是這樣 就是因為你們現在不同意 所以又停滯了 那我想真的 這兩里真的有需要 一個活動的空間 還不用花很多錢 你的政策還有幾十萬而已 那何必不可以做 你多人中心 跟曾議員報告 我們是不是針對里活動中心的部分 我們另外在幫我們的里民想辦法 因為這個地方 它是在它的使用的空間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當成里活動中心來使用 因為跟它的使用的目的不同 那為什麼不同呢 為什麼哈爾濱之前可以用呢 我是覺得很矛盾 那人錢都幫你找好了 那現在等你點頭 這那一塊那個 那不可以 我也請法治局長 答一下 那法治局長你答 那文小巴的交易用地 就可以做停車場 那現在 那是看你們要做不做而已 我是覺得這 題目的問題 你們可以自己去解決啊 法治局長 法治局長你答問一下 看可不可以 咱的文小巴 我去我就直接跟你問了 對 文小巴的交易用地 就可以 就可以 你說我們可以做停車場 有符合 你不記得這樣 咱的事情 有啦 我知道 對不起 你看這個這樣符合沒有 不是 那個還有那個 曾議員 那個我能不能再確認一下你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 有個急事 沒有因為 你再說一遍 我再說一遍 進行 他有兵所沒有 阿現在已經說到新的地方阿 阿現在 他會 停幾台車放也 不夠七台 我看他的空間不是很大阿 阿但是現在 還好不容易 有一個多餘的空間 那兩個位里長也都籌 籌經費 都籌好了 也募款好了 阿就欠我們企務 點頭 結果 公所會的文說 阿因為地目不符 因為他是停車使用 阿其實這個我相信 這個企務可以解決的問題阿 這個 依相關的規範喔 停車場的那個 用地是不能做活動中心阿 好這個應該停車場法上面有規範 請先做 請先做 所以這個是法令的規範 阿你法令的規範 人家一定會這樣說 這臨時停車場是怎樣 是停車場 但是現在目的不符他做活動 目的不符 為什麼他有兵鎖客也在那邊 我再請問你 為什麼之前他有兵鎖客也在那邊使用 也是地目不符阿 也不法法律規定阿 阿現在這樣不行 來 那臨臨臨臨 我指定答覆一下 那市長請答覆一下 謝謝議長 臨臨我 那岸臨臨跟岸臨臨 他沒有立民和黨中心 好兵所 判斷了 他也很積極 很積極地 通過很多議員 說這個地方要來建築 還是依照現在的地目是不行 不過這個部分 我是這樣建議 我覺得這個部分市政府來報 地目應該用做什麼樣的處理 如果頭子那個哈爾賓所 在那裡長期使用 現在我想我這裡叫他們來協調 讓基本上閒置的空間 作為對臨民最有用的發展 基本上這個方向我是贊成 所以我想但是來報地目不符 我們現在市政府正 相關的規定 市政府自己也是要優先 要法律最沒問題 這個部分我會請法定局民政局 包括我們的都市法定局 頂頂 在這個部分 來做一些交通協商 如果說過去的哈爾賓所 警察局都可以在那裡 是不是這個部分 我們內部來協商 因為基本上我認為 我是認為說 還是可以把閒置的空間活用 我是不知道他的空間是多 這部分我會請三民區公所 來做協商 我們盡量朝著這個方向 讓他法令上沒有問題 或者法令上能夠從寬解釋 沒問題 還是怎樣 這個部分我來努力好不好 市長 因為如果這個活動可以成功 我相信也是你的政績啊 那為什麼不可以讓良理 因為全國全部偶業的地方 真的存在這兩里而已 存在那邊都有發動中心嘛 我相信曾議員這個意見 我覺得這很 真正民人 我基本上我講過 還是說站在法令上 不行 但是我覺得曾議員剛才說 也很有力 你站在說你不行 你們過去 市政府的警察局怎麼可以 這個部分我們就會覺得說 我會請三民區公所 和法定局 市府來報相關的局所來做一些 自己看怎麼來做協商 這樣好不好 好 這個運這個方向 讓閒置的空間活用 這個方向我是支持 謝謝 謝謝市長 我相信如果真的可以達成良民的理名 一定會感謝我們市長 謝謝 謝謝 那時間暫停一下 現在有日本交流協會 高雄之會野中心首長 帶領參議院國會秘書 南部秦宴 歷領本會參訪 大家掌聲歡迎 等一下 還有那個陳文龍里長 蔡達宇里長 帶領他們兩里的理名 來本會參訪 大家掌聲歡迎 好 繼續 來 那再來我再請教 我們的理活動中心 我有市民在反映說 每一里的收費都不一樣 你想我們那裡有的收五百 有的收三千 因為現在理活動中心都是理長自己在自行管理嘛 那我們所謂的標準 是不是要定一個統一的標準 那請局長答覆 那請局長答覆 謝謝議長 謝謝 謝謝曾議員 我們現在對理活動中心的管理 是依據高雄市 理活動中心設置 使用管理辦法 這樣的規範 那我們的理活動中心 議員非常的了解 就是說 每一個他的配備或者他的空間 都不太一樣 有的看起來比較高級 有的比較陽春 所以我們在這個辦法裡面 我們是授權 給管理單位 他們會依據 他的理活動中心的狀況 去報一個 他的管理的辦法 這個管理的規定 他裡面就有一個收費標準 那這個收費標準 當然 他們都是公開 然後報給區公所 合背之後才實施 不過 剛剛曾議員有提到說 有的電視官 有的電視官 到底我們有合理嗎 這個部分 我明正叫我們回來了 把這所誘養 當中心的狀況 還做一個了解 就是說 是不是 我們在這樣 每個都不一樣的 理活動中心的狀況之下 我們有沒有辦法 訂出一個原則 就是說 什麼等級的活動中心 他的收費是怎麼樣 我們來檢討 目前我們沒辦法訂一個統一的 我們來檢討看看 那我是希望說 不要落差那麼大 不然 你別別說 我們那 要跟三民共有 那真的五百 跟三千塊 差有夠多 那在旁邊的 李民都會想說 為什麼落差那麼大 然後才會跑來 我們 向我們陳情 那我希望你們 回去原理一下 一個制度 一個統一收費的標準 看是要怎麼說 然後 就是跟議員報告 我們沒有辦法全部一致 但是我們來檢討 你也要分等級 你看要怎麼分 補合一個規範 那個使用 對 我想要你分等級 說要怎麼 還是說規範還是怎麼 下去收 那個市長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議題 你擔心 其實 聽說 我們在立外長中心 其實收費 我們不覺得很奇怪 那李民 大家外長的地方 那是李長 服務李民 大家李民 一個休閒 一個機會的地方 這種收費 你有覺得奇怪奇怪嗎 市長 你看這個標題 你有覺得怪怪嗎 屬實 那收晚上什麼 那屬實你說 後收五百 收三千 那這種 其實是 李長 外長 和李民 外長的機會 的地方 其實這種 你也可以回去 研究看看 真的 這種 有好無壞 就是說 如果沒有收一個意思 就好放 清潔費 還是水等費 他們有夠力 因為我相信這些立外長心 都是 我們提供地方 讓你們 那是應該啦 那其實村的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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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我要請教 我們的市長 自從市長 上來來 都一直想到 想打造 我們高雄市 變成一個 幸福城市 那真的幸福嗎 我舉例 我們 我們高雄市的生育 經費補助 齁 是怎麼補助的 我們 我要請問 我們 再作為 各位局所所長 齁 知道嗎 抓一下手 齁 來請舉手 大 阿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嗎 你看看 民市政府就不知道 八成了什麼 知道了 我最好 留方說 我是拿五都的生意 今天来做比较 那我觉得说我们高雄市 结果是保障最少的 因为台北市 生一个就两万块 新八市生一个也是两万块 那台中市是一万块 那台南市 也是第一胎是六千 跟我们高雄市一样 然后第二胎以上 就万里 那我们高雄市 第一胎跟第二胎 都是六千块 那第三胎 缺一万 其实我是跟我拿这些 有刚才比较而已 其实其他的县市 我再比喻一下 跟我们的新贴市就好了 我们新贴市第一胎就万五块 然后第二胎也两万块 那第三胎以上 就保障两万块 那包括我们的苗栗线 也是保障每一胎三万市 那里头的保障更多 我们朋友的 也是第一胎保障一万 第二胎保障三万 第三胎保障到六万 那你想我们一个东东的阎市 我们高雄市 是五都也算第二大都市 那是怎么保障的 五都保障最少 然后也比其他的县市 补助还要少 我想我们住在高雄市的市民 我们会感到 感不感不到幸福了 那尤其我们高雄市 这次的生意率 也是全台湾最佳的 我相信在座 包括议长在座 这些议会当林 我们那里走那时 地书都一直说高雷 我们这些新郎就佳生贵了 我想那里我结婚时 议长也是在台湾店也有说 说市长你也加吗 我相信我们全议会都会来通过 大家都知道现在要娶一个小孩 竟然去这麦 并做乙业务都要出去探价 才会娶我一个家庭 一个小孩 那为了要鼓励生育率 提高高雄市的竞争力 然后 不要让我们高雄市的人口 金字塔一直老化 我是不是 请市长 是不是厚努 把我们高雄市的生育津贴 要补 要再增加 不要说 比如说五十八 最要一名就算了 又比百个高雄市还要少 我看这样 我们住在公司也是很不幸福 也很不幸福 那我针对这个议题 是请市长答复一下 市长答复 谢谢 谢谢 总共同審 秘性 秘性 通常 秘性 计刑 对 公司 ades disse 不過我是檢討 或是為了要鼓勵我們更多年輕人 管理生第三胎 第一 我覺得我是不是請社會教 在第三胎 第三胎我們現在是一萬塊 我認為我們的社會局 大膽應該把第三胎補助成為兩萬塊 第三胎 第一胎、第二胎 這個部分是不是給我研究 我來看我們現在社會福利的醫生 屬實上是 現在我們市政府的比論 要比教育教的醫生更少 我們也有很多其他的縣市沒有的福利 所以這個部分 但至少我覺得說 我們要鼓勵少年人願意加薪一下 所以第三胎的部分 我想我們會很具體 還要再把真言報告 至少我會鼓勵我們的社會局長 第三胎現在一萬塊 第三胎你把整個兩萬塊 鼓勵 鼓勵大家 市長我覺得說第一胎、第二胎 至少也要一萬吧 那這個部分我們再來 因為第一胎、第二胎 那我必須研議就是說我要了解 因為我要了解這個人生 我們來報告了解多少 但是曾議員這個關心 我們會非常重視 至少我這個部分我來了解 我不行說我在這裡幫你答應 做不夠 這經費增加多少等等 我想市政府也是要尊責 我很期待這樣 我最好一個五萬塊 但事實上我們做得到嗎 你現在這邊付出 當然其他的預算 就會受到衝突 這個部分好不好 我用這樣來研議 那我是希望市長可以趕快 研議一下 看看 可以的話提高一下 不要讓我們 變成五都的最後一名 那再來我要 看這個圖表 這是五都的低收入負數 及人口數的比較表 那我也是拿五都出來做比較 那我們高雄市的低收入的負數 是2萬多負 然後占總負數也是2% 那低收入負數是 人口數是5萬多人 那占總人口數是1.82% 其實按照這個比例 也是我們五都 算定義是說我們五都的乾坑人 算第一名 所以我還覺得說 我們哪裡在高雄市 到底有幸福嗎 我覺得從這些數據來看 是我們的市府團隊 要深切的檢討 我們市府團隊 要讓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每個都有工作做 有飯吃 我相信這是市府團隊的精靈 那本市也相信這些低收入 跟中低收入負 他們也是有自尊心 他們可以自己來賺錢 他們也不可能來靠政府來騎 那像今年的低收入負 跟中低收入負的申請 我相信議會的同仁的服務處 在今年都接到很多這樣的類似的案情 裡面有一條就是那個 父母的遺產不得均分 那害了很多人 因為這條法規 然後沒辦法申請到補助 然後又喪失了資格 那我想請教那個社會局長 為什麼去年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今年 為什麼就有這個問題產生 是不是請局長答覆一下 來設計局長答覆 主席政議員 我想針對政議員說 拿這個我們五都 為什麼我們的低收入負的這個 戶數是最多的 先做一個回應 那其實因為我們 共同期在這個低收入負的戶數最多 是因為我們在低收入負的審查 可以說是全國最快的寬鬆的 譬如說我們在去年 我們把我們的最低生活標準 提高到11890 我們的中低收入負的標準 提高到17835 而且我們在去年裡面 我們擴大第四類的低收入負 為了擴大這個第四類的低收入負 我們增加 沒有啦 你講對我的問題回答 我是問我這個 這個父母遺產不得均分 這個法國是怎麼樣 想要頂年可以 想要今年就不可以了 報告一下 這之前也要跟政議員說明過 我們在進行 在古年進行 我們高雄市是有針對 那個父母的財產的部分 可以進行均分 但是全國只有高雄 做這個均分的動作 在我們的補助法裡面 其實是不得均分 所以我們接受到中央來函 告訴我們說 有糾正我們 就是說因為我們 因為有做這個均分 造成一些費用上面的一些浪費 所以我們也因為被 有被糾舉 所以我們就這個部分 我們後來在今年 再後來我們就沒有辦法 再做這個均分 不過因為沒有辦法 做這個均分 所以我們擴大了 我們第四類的這個補助 那同時我們也針對 因為它均分的部分 大部分 真的不會在過 我們也啟動了539條款 跟532條款 所以我們在今年已經派出了 三四千個社工人次去做這個仿 你說這條法規是內政部訂定的嗎 是 是我們的法令 那是他 你知道這個是法規是內政部訂定的 那我們是不是也請我們高雄 你應該去請我們高雄市選出來的立委 去幫忙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啊 是 阿不然你這樣才會說 你不會有的財產 如果說三個兄弟姊媽 這樣說 阿你不得均分 那就差很多了 是 我相信這點你也是很清楚的 是 阿現在全國有做均分 都要存高雄市而已 阿所以現在說 全國的法令都沒有做均分 阿所以他就說 高雄市唯一有做這個均分 阿我們也的確也覺得說 這個均分其實影響很大 阿所以其實我也多次跟我們 一些我們的這個立委的朋友 也在拜託他們說 是不是未來能夠針對這個低修入戶 這個社會救助法裡面去進行這個修法 應該要趕快去找他們 然後拜託他們 為我們高雄市這艱苦人喔 找一個出路喔 是 趕快來修法 是 我希望要趕快進行啦 不是說說而已 要行動啦 有有這個都其實多數都有在跟我們的 立委在溝通這部分 好 那希望這一點 趕快跟那個中央處理一下 好 阿也借這個機會跟議員報告一下 台中央議員有在提到 我們這個 這個低 我們的生育津貼的部分 雖然我們的生育津貼 在五都裡面 我們是比較低的 但是事實上 我們高雄市在相關的配套上 卻是全國最完整的 包括剛才那個市長 我們在提到 我們第三胎 我們第三胎雖然是一萬塊 但是我們除了這一萬塊 我們每個月 我們補助我們的父母親 一個月三千 管他一個月三千 一年就是三萬六千塊 三萬六千塊 以外 我們補助第三胎育兒的健保補助 健保補助一年起來還八千塊 所以我們頂於第三胎一年 可以領到四萬四千塊 四萬四千塊 再加我們剩育津貼的一萬塊 所以總共五萬四千塊 所以事實上我們鼓勵我們第三胎 其實是做到 是相當優惠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有這個 相關的這個配套的部分 包括我們這個友善懷孕程式 包括那個職場停車制度 還有那個父母未就業的 兩萬五千塊到五千塊 一年也補助了我們的這個家庭 也將近三萬塊 而且我們目前在規劃整個 那個託育資源中心 跟託育中心 都是讓我們的父母親 其實是能夠有比較好的 這個育餓的這個環境 所以其實我們 比較 我是覺得說 我說其他方面是做得很好 但是這個生育經驗看不會提高 因為市長也答應了 你再慢慢去演你 好 我們再回去做演你 好不好 好 請坐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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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好 謝謝 議長 我首先先跟大會委來說明一下 當初我們在爭取男子交通大隊的聽社的時候 我們先請 其實這個聽社首先我要感謝市長的支持 因為記得那時候我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過 我們的男子交通大隊 他是執法單位 但是他的執法單位卻先帶頭違法 那當然這是我們要關閉門來談的事 就是男子交通大隊 他的上面是違建 他旁邊又是佔用人行道 人行通行道來扣留車 那這邊他們又圍起來做他們的聽 那個使用的空間 那裡面的空間是小到不可以的 比較對方的 對面的男子派日所 真的是天狼之別 所以同樣都是我們基層員警的辛苦 但是兩個聽社是不一樣的待遇 那當時我在會議會的時候 我有提出來 我也感謝我們交通大隊 感謝我們市長 有支持我們這個案子 那時候也編了250萬的經費 讓我們來重新來修建這個聽社 那後來因為這個地方確實真的太小了 沒有辦法再擴建 所以後來我們就找了很多地方 那也在找到那個男子靶場那邊 那初期男子靶場的時候 教育局那時候管轄的地方 他們有意見 但是也經過我們幾次的溝通之後協調 也感謝教育局有支持 所以後來那時候的蔡局長 有支持這個案子之後 他把那個靶場也變更 後來也同意給我們男子交大來使用 那所以使用了之後 那個地方現在目前已經蓋到現在這樣 那所以說我剛剛說 感謝市政府支持這個案子 但是我們現在要質疑的是說 經過這樣大家多方的努力之後 希望期待的是給我們男子交大 一個園警能夠一個很 相對的對待 讓他們能夠很安心很舒適 一個工作忙忙之餘 能夠好好休息的地方 不要再用一個違建的建物 來做執法單位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矛盾的 也對我們的形象不好 所以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聽社之後 我們真的也很高興 期待的我們男子交通大隊即將可以入住 但是我不曉得為什麼到現在 因為可能六月一號開始 我們的男子交大要併入我們男子分局 所以整個政策大轉彎 那現在這個聽社要做什麼用 我們現在請我們的正義員來說明 因為現在因為自從六月一號要併入男子分局 那我知道我們陳議員 對你們男子分隊非常非常好 因為體恤你們 你們的環境不好 所以不然這條議題也是有連署 市長我當然 那我不能爭取到250萬 那結果蓋出來 你看這個照片 我相信你也知道 只是個空殼 啊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啊花的250萬也不是這樣花的 啊你花花的現在還沒要進入 是不是又沒有要進駐 那時候如果還要進駐 還要追加至少還要300萬 啊這市長啊 你看這農費 財政這麼困難啊農費這樣 這樣才會對 那個是不是要請交大大隊長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當初這個預算沒有編主 那你市長好意的250萬 結果到後來是個空殼子而已啊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你大概可以簡單來說明一下嗎 那隊長你說明一下 好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謝謝鄭議員 我想陳議員跟鄭議員 對我們交通大隊 男子分隊的工作跟生活環境的改善 可以說花了相當大的心力 那我想報告一下 當時我們在編列這個預算的時候啊 可能當時在規劃的時候啊 沒有考慮到很詳盡 因為當時是一般的建材來規劃 那後來這個編列 那個市府也在99年9月份 同意動用第二預備金 250萬給我們來新建 那這個階段我們正式請這個建制 在規劃設計的時候啊 發現250萬是不夠的 因為它很多的內部的建材啊 當時在規劃階段都不符合規定 那照規定的話 很多的建材都要使用這個防火的這個建材 所以在整個建制室的規劃來講 當時250萬只能做一個這個 這個整體的外殼的一個一個新建 那至於後續的包括內部的裝潢 大概估算還要在200萬 才能夠把內部的裝潢 這個完成之後啊 才能夠這個禁用 我想這部分跟梁議員做這麼一個報告 那為什麼之前沒有事先規劃好呢 哪有事先再 哪有事先做一半的 你們首先幾個最重要啊 那現在250萬花下去了 那你們有沒有要進去 來請回答一下 有沒有要進出啊 來請當然 好 謝謝曾經 我想這部分因為這個 今年的6月1號 我們各分隊啊 是佩服到當地的分局 我想這部分因為男子分局 有他們的規劃 所以把這個原來這個 這個男子分隊啊 是規劃到分局的局本部 我想分局他有他的這個構想 我想這部分我們交大是 那我們請男子分局長 你答覆好了 那謝謝陳議員跟曾議員 那因為6月1號這個 這個男子分隊規評到男子分局來管理 我們就民眾的洽工的方便性 因為男子拔坦跟男子分局還有五點二公里 大概交通距離開車大概還有二十二分鐘 那我們考慮以後 如果民眾要下工 還有我們內部的管理 還有遠景的生活的便利性 我們是建議 那現在這個拔坦這個建築物 還沒辦法進出 所以我們建議6月1號 這個男子分隊就簽到分局過來 那男子交大到你們那邊去 這間要怎樣 這間文子館要怎樣 這一間是原來 那你打算要怎麼做 這樣固負了我們市長的美意呢 你家市長也是 啊不猜我們議長在跟你正處 啊去去的還沒辦法 議長也支持 市長也支持的案子 結果你現在要把管理 啊市府的市場在農會 對 報告曾議員 這個當時是交通大隊規劃 但是現在我們也 事後也開了會討論 目前是要交給後勤科 來規劃看以後要做什麼用途 他們也不想進去啦 說實在的啦 因為還要再兩百萬 現在因為就是 當時設計前不夠 所以沒辦法使用 這個建築物是目前是沒辦法使用的 局長啊 你看這個要怎麼處理啊 你現在這個文子館 來請局長 來那警察機長 當然 謝謝議長還有謝謝兩位議員 對我們基層聽說 都重視齁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同仁有一個舒適的辦公環境 那這個案子既然現在 因為還有不足的經費 那我是不是請我們的局裡面 我們獲勤科獲來做一個同仁的一個規劃 希望能夠物盡其用 我感覺市府喔 常常都做這個 蓋蓋的 不要用 錢很多 來都說欠錢 市長 像這種狀況 如果一直在 一直在發生 不然我們市府也沒有錢啊 那我希望市長 這個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請市長答覆一下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陳妍 曾妍 第一個 陳妍在執行之中 替我們男子交通大隊 發聲 這是我對當議員的尊重 覺得你這麼關心基層 我們的交通大隊 你覺得那個四十五月的環境很慢 所以我動用我的第二億倍金 給他做整修 那現在整個男子分局 對於交通大隊 他們 他都要把所有交通大隊 都要調回男子分局 他們在統籌管理 包括衛民服務的部分 在時間上我想會更迅速 這個部分的方向 那時候警察局有這種的規模 我不知道 不然我也會浪費那個錢 但是現在 這個後面的男子分局這個部分 應該做為將來 這個閒置的空間 要做為什麼樣的使用 我想我會請警察局 在這個部分去做一個有效的應用 我也覺得當然有時候議員很好 我也希望未來我們的交通大隊 警察局等等 那有些時候你們都把議員說出你們的需求 那議員在議會執行 市長 市長要表示對議員的尊重 我們大部分能夠答應的部分 我們都會同意 但是事後 你才發覺說 這個地方 距離你男子分局太方 這樣不需要 這個行政責任的部分 我們也會追究 謝謝陳妍 謝謝那個市長 其實我想我們的重點在於說 當時我們處心居立 其實這個案子也不是他們交通大隊 要求我這麼做 而是我們去洽工的時候 發現真的非常不妥 我們實在是感念 交大再維持秩序交通的時候 這樣的辛苦 回到那個聽社 事實上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很主動的很願意的 包括我們政議員 我們議長都簽署了這個提案 然後市長 市長你也同意了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好事 我們能夠促成這樣 但是市長我要跟你報告 當時並沒有交通大隊要併入分局這個案子 所以我想這個當時我們也都沒有考慮到的 要的只是要給我們交大的一個園景 一個最好的一個休息的地方 能夠辦公的一個好地方 讓他們能夠全心全意 能夠休息好之後 能夠去做我們的執行工作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目的而已 但是現在目前變成這樣子了 第一個是違背了我們當時的用意 真的我覺得很遺憾 事實上我們真的希望 給交大一個很好的一個工作環境 你知道他們在外面指揮交通 灰塵啊交通 那個動向很亂 然後那個秩序 大家你也都很知道 他們多辛苦啊 只是要給他們一個善意的回應而已啊 那你現在又把它因為 因為你們的好洽工啊 你們的方便啊 你們管理啊什麼 一大堆理由好把它併進去 我是覺得 這個讓我們感覺到 我們實在有點 很不高興啊 因為當時我們並不是要這樣做啊 好那你現在已經繼承這樣一個政策 那你這個閒置的空間到底要怎麼做 好你們剛剛說要給另外一個寶大進去 但是真言說 據他所知道 他們也不願意進去啊 因為這裡還有一筆大筆的費用 還要來支付 這筆費用何去何從 那如果說市府再不繼續支持這個筆費用 這邊勢必又變成一個文子館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重點是要告訴市長 謝謝你 能夠給我們援警這樣的一個體恤 給他這樣的一個空間 但是 我也希望將來 我們左營 籃子分局 你們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們要多方的考量 還有我們 集成援警的心聲啊 那當然最後的最重點就是 那這個房子 到底未來何去何從 然後剩下不足的經費 你們要怎麼處置 好不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希望你們 會後 能夠跟我跟真議員 來跟我們報告 你們後續要怎麼做 要怎麼樣來安置這個房子 我們不希望他將來成為一個名無其事的文職館 好 謝謝 好那再過來 好你們可以回去了 謝謝 然後再過來我就是要講 拆除不愛陸的分割島 好 那不愛陸的分割島 首先我要感謝 還是一樣 謝謝市政府 我們市長支持 我們當時的公務局長 吳洪某 吳局長 然後現在的秘書長 這個案子事實上 在我們已經講了很久很久了 好 那當然啦 這個也是努力了很多次 好 當時我們秀了這個數字給你們聽 好 就是說整個博愛陸 好 從龍德到文治這個區塊 我們做了統計 99年還沒有還沒有施座這條 道路之前 分割島還沒有拆除的時候 當時的A1 就是說 有車損有受傷的 有這麼多 好車子受損 受傷這麼多人 然後A11就是只有車損 好 那時候的數字你看 100多 240幾 然後到100年 100年1月到5月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100年的4月21號開始動工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同個月份來統計 這樣會比較公平 那所以我們從100年的1月到5月份 我們再統計一個數字 你看它的數字還是這麼的多 好 那到後來分割島拆除之後 證實我們的堅持是對的 你看101年1月到5月 它只有剩下 各位 雙位數字而已 十位數字而已 比如說A2 它只有30個車禍 47個人受傷 A3 它只有16個車損 也就是證明說 我們博愛路這個分割島的 拆除政策是正確的 所以 我們謝謝市政府 我們謝謝公務局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支持 也在這樣的一個案子裡面 終於讓我們市民有一個很寬敞 很安全 很舒暢 上下班不用再有 受塞車之苦 然後現在已經有很流暢了 那所以 也就是證明說 分割島的拆除是一個很正確的政策 但是 現在我們曾議員要提的就是 那為什麼只拆除了龍德路以北 就是大順路以北 那三明區這邊呢 就是龍德路以南 三明區這個區塊呢 到底要怎麼處置 好 我們請 大順後 整個都下降 極速的下降 那我現在有調資料 就是說 博愛路段 從龍德路 到樂河街 他中間也是有一段是有拆 你看 他的受傷的案件 還是兩三百件 啊你想這樣 他要到龍德路 波路要到龍德路 那是那是三線道 然後因為有安全島 要變成二線道 那常常上下班的時間 大家 阻塞 晚上如果沒有看見 還有一個認證的說 啊現在 一個年輕人在那農地到現在 還分明指數 還是很低 啊想說 想說 政策是絕對是不對的 那我想說 我們 三明區 是里町公民的 還是怎麼樣 啊 還要拆 拆一半的 啊拆到我那裡都要抓的 那相信整個 博愛路到中山路 全部都也是拆了了 我像這段 啊現在到底是要怎麼樣 那個 請我們 公務局長 你說明就好 對 局長等等 謝謝議長 謝謝曾議員 跟陳議員 那麼就 陳如剛剛 兩位議員所說的 吼 我們為這個北段的部分 調料屬實 高通風 高通風民都真的有改善 那麼南段的部分 吼 為隆德路以南到熱河路的至一段 那當然我們會進行評估 吼 我剛剛已經有跟西公署處長 還要評估咧 啊 數據在這裡給你看 啊 對啦 啊我也是知道說 這個所理 你們當初是怎麼聽到一半 是怎麼樣 我是要知道你們的理由是什麼 我要跟議員報告就是 他的路 路行 路 路寬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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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段的部分 是 別段的部分是四十米的跨度 南段的部分是 呃五十米的寬度 就是說我們北段的部分喔 慢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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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四米五 南段的部分 就是說 衛隆德路以南 喔 慢車道的部分是五米五 多了一米 所以 呃對於機車歧視的危險性 在我們南段的部分 比較不像北段那麼的 呃迫切啦 所以別段的部分 我們就優先來處理這樣子 那到底要不要處理啊 我們現在 會同我們的交通局啦 針對之一 那我先請教一下那個交通局長 我們會來做一個評估 來 交通局長 你看這樣有危險嗎 你看你 交通局的看法 三轉二 啊兩米有 啊兩米又沒有 啊兩米又有 來你你回答一下 嗯 謝謝議長 謝謝兩位議員 呃的確我們有看這個數據啊 就是走雲段拆了以後 現在的 整個造勢跟造勢都減少 然後那個順暢很多 那現在南段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也有做一些分析啊 現在很多是撞在 比如說那個 多瓜在這個龍德路的地方 因為他路行變成有 有這個分析島以後 撞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事實上 目前交通局在 沒有我想請教你 到底該不該拆 你們交通局的意見 到底該不該拆 這樣齁 因為拆分析島 這一部分 我是不是在跟公務局整個 討論 比如說包括他剛才談到這些 管線 以前他比較重視的這些管線 另外第二個課題是 呃剛才龍德路這一段 是跨 剛好是愛和之心啊 那當時在討論的時候 他們有談到說 跟愛和之心的景觀 要不要整合 那的確 景觀跟安全 是景觀重要 對 我現在跟正眼報告 就說當時大概有這個課題 那現在 北段拆完以後 有這麼多的造勢 我覺得是不是 交通局跟公務局 重新再來思考這個問題 當時他是 的確是分兩期啊 當時是有這樣的考慮 我先把背景跟兩位報告 但是 那你也贊成拆嘛 你們的看法 就是如果這個安全上有這個問題 我很積極的跟公務局 來做個整個討論 看他包括他的管線等等的 就跟我們第一期一樣 在那個走雲段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趕快 請坐 我想請教市長 我是感覺 市長我想請教 我是覺得真的要拆啊 那希望市長要主持正義 為我們高雄市民的交通安全 要考量啊 是真的要拆啊 謝謝 那請市長 高雄市民的交通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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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要求在 道安匯報 跨局處 趕快去處理 如果是讓 讓我們的三民 高通更流暢 更安全 道安匯報 應該就做出決議 趕快來處理 齁 我想這就是 基本上 我們都覺得安全很重要 所以正義的意見 我剛才有跟老副市長說 道安匯報應該趕快處理 謝謝 謝謝市長 那我再請問一下 那個議長 我想這個案子 你應該也很熟悉 我們在議長室裡面 也開過會了 那公務局也承諾說 這個案子會盡數來處理 那至於跟水利會的協商 我也有參加了 那也感謝水利會 沒有堅持一定要一併徵收 他也提了兩個方案 一條是說 整個條馬路來徵收 要一億七千多萬的樣子 那如果市府財庫有問題 他也同意第二個方案 就是兩邊各退收 各徵收五米 那個大概要三千多萬的樣子 然後市府這邊 我們那次開會的時候 大概大家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但是至於是要怎麼 兩邊徵收各五米呢 還是說整條路徵收 當然正在市府的立場 他是希望兩邊各徵收五米 我們財政比較沒問題 所以但是這個案子 其實水利會也同意了 我們公務局這邊也規劃了 但是這個案子 怎麼到現在就沒有下文了 啊我聽說 我有透過我們議長的 蔡秘書去詢問過 他說這個案子已經送到 吳秘書長處 我現在請問一下吳秘書長 那這個案子呢 目前到底 如何了 這條我的機 你也有作為 作為協調的 對啊 你知道你知道嗎 他們這些市民 前兩天還跑來找我 异倉公司 還可以幫他們擱 還可以幫他們擱 他們每天就是生活在被恐嚇 被威脅 就不曉得要怎麼面對 走出去那個大門 要怎麼做 已經那麼久了呢 你知道你知道嗎 到底你們是要怎麼來對待這些市民嗎 你要給他們一個交代嗎 這個案子又不是沒有共識 水利會也同意啦 人家也釋出善意啦 只要市長如果簽署就可以開始做 我知道公務局很認真啊 他們規劃什麼 我們開會都有啦 但結論呢 怎麼到現在都沒有他啊 無幾而終啊 非常順利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今天喔 我記得我們在協調上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原來在那邊 經營攤商的住戶 免於恐懼 不要讓未來 水利會新的承諸人 去給他為他的門戶 又給環境變漂亮嘛 這是最優先的 我們可以不花錢透過 我們所謂的公務的管理手段 這一部分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那我們就這樣做 但是如果是 經過公務局這邊評估 如果覺得這錢就很少 還可以分離 我們是政府的負擔不去 當然會樂觀其他 對阿 比市長我問你 這個門到底是簽了嗎 簽到哪裡了 現在這個公務局 他已經把那個方案 他已經 他有經過會刊 對阿 這個門不是說到你那裡嗎 不是啦 不是說到我這裡啦 這個公務局他們把這個方案 有呈上來 當然我會 我會跟他們在做一些檢討嘛 還要檢討什麼 啊這個就是很明確的啦 請求其他的方式 因為現在這錢當然是 我們可以減開減開 你如果說就找不到辦法 那民事長我請問你 你除了 剛剛我講的第一個方案 就是整條段都徵收 那是一億多嘛 那個不要講嘛 那人家水利會也釋出三億了 好不然第二方案 三千多萬 那也已經拿你一套 我相信 市長你也應該覺得 這個是最好的方案嘛 那為什麼人家都出來啊 難道你有第三個方案 可以不要鋪錢的嗎 你可以跟我講看看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這個我幹部局 因為有努力過 他當初那時候水利會 他要把他分很多年 要來分担 當然他們 有困難嘛 所以那時候幹部局有機會來做協調 但是他協調也都差不多三年而已 現在他們要跟他說 是不是可以再久 這方面他們的努力啦 你是要努力多久 要努力到這次 你要怎麼過生活呢 是啊是啊 那個市長 我拜託你喔 這個案子請你多關切一下 到底這個問題 是要怎麼簽 趕快簽了 讓幹部局 趕快去執行 好不 讓人過一個好年 好不 已經幾月分了 五月分了 會去年說到今年啊 比市長 這個我會記得 我們做的議長 也主持過的啊 你還要協調什麼 要再考慮什麼 要再考慮什麼 當議員 我們那時候在議長社會協調 議長當然他也是都很關心嘛 一個大方向而已 但是説説 你還要讓我們相關的議員 説説我也開不開過了 我看我兩三次會了呢 現在就幹部局有結局 沒有啦 民主長我覺得你沒有搞清楚 現在的問題就是 到底要整條徵收 還是各退五米來徵收 這樣而已嘛 這麼簡單的問題而已嘛 當地齁 我哪有我們港選區的幾個議員 他對這個我哪有他的看法 沒關係 重點是你結論金出來 民主長我只要求你你結論金出來 叫市長金把我們簽出來 人家公司叫不到我 叮噹 對不對 不然你告一問 現在這問到底簽到這裡 還不知道啊 那蔡民主是跟我說 在你的辦公室上啊 我現在不曉得 不不不這個問走哪裡去 我公司我不會 我不會亂不放 放在我那裡 那你會又告訴我 你到底在哪裡 有問題就檢討 沒有的話就是來 那個議長我也拜託一下 這個案子可能 叫公務局長說明一下啊 好不好 叫公務局長說明一下啊 我想這個不是公務局長說明就可以的啦 我還是說明一下好了 說明 謝謝議長 我到底不是 總會招他對 總會沒有 謝謝陳議員 跟黨議員部告 黨議員對這件 是很關心的 我們知道 啊其實 不是只有明潭路 另外旁邊那裡 新政跟明潭路垂直的 也是一樣 我們水利會出作出局 就是說水利會 當初 建的那排 套體處 那這排套體處 也是說陳議員的關心之下 還有地方的 這個大家的 這個一致的關心 那你在那裡 透過監管的手段 已經處理了 所以說 不是說都沒有進度 不是說都沒有進度 那明潭路的這個部分 我們公務局也積極在評估 那跟我們的水利會 目前大概已經有一個方向啦 我想大概 總是會有一個進度的啦 會有一個進度 不是啦 這個不是進度 我們要的是一個結果嘛 對不對 已經都說到這個條件 這樣有打反無打 不是 這個時間表 一個時間表 陳議員 對人那邊 要怎麼交代人問去 這樣不是這麼對 你這個文要簽嘛 你現在是簽到嗎 好啦 局長我問你啦 你這個文簽出去了沒有啦 局長 你這個文簽出去了沒有啦 呃 要問你什麼 我們新公主長 怎麼還在問 你有簽這麼有告訴你 你不要問身 不要問處長 我不要問你 我問你就好 你這個文有簽到你了嗎 你有簽到名了嗎 印象中是已經有 有嘛 你起立後有什麼人 要有什麼人 秘書長嘛 就出了我公務局的這一個 這個公文 你這有什麼送給誰啊 秘書長嘛對不對 送給誰 不是我在跑公文的啊 你講的 你講的 你講的是什麼話啊 聽不下去呢 局長 好啦 我不要在家 我覺得這樣子講不通啦 市長有嗎 市長啊 這樣打不這樣真的會通 好啦 那個局長你坐下 你坐下 我知道你有難處 你不知道 好啦 好啦 那個局長你不要打了啦 好啦 謝謝啦 我知道你有難處啦 我今天要給你 我今天要去市長 你知道嗎 你這個問到底告訴你啊 沒有啦 啊沒有嘛對不對 啊秘書長你說還沒告訴你啊 沒有嘛 那在哪裡啊 啊公務局說出去了嘛 那這個問找到哪裡啊 那現在在哪裡 啊對啊 你們 講不出一個所有人啊 我覺得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們是真的修讀的啊 還是真的 這真的 這真的有 那困難多 秘書長你 要睡眠你睡眠 來了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現在是這樣啦 幹部局我剛才有 我有報告說 他有把這個東西 他有經過肥膜 啊經過這個 這個 這個需要的經費 都有分析出來 啊分析出來後 我是告訴你 這個喔 因為我們這個 整個便宜省 要套過這些齁 包括我們的選舉作業什麼 啊這些庭署齁 你又包括我們工夫的議員 你又去那裡徵型意見 你又去那裡徵型意見 我們就這樣 啊當時可以改過來 當時可以改過來 這個我們現在 這沒有地方的議員 反對的啦 你要多周全嘛 啊我就是 剛才跟當議員說 我們有部分 有進度啊 有處理啊 啊這就說 我們現在 在錢花的最少之下 能夠解決問題 啊人家也給你最方便的 案子啊 7千幾萬 和3千幾萬 就讓你3千幾萬方便 我相信市長還是市長 你怎麼罵 必須定啊 這才有什麼 我覺得你們 哪有警戒的啦 你就把陳議員看 我們當時可以改革得好 啊讓他對我們交代 這樣最重要啊 太軍人打得太嚴重了吧 我四條都不會下去 你跟我說 你們當時 會簽下來 我相信市長一定支持的嘛 因為 市長7千幾萬 和3千幾萬 當然比較5萬 要拚3千幾萬啊 對不對 這個齁 這個具體可行方案 我們 一兩位來把它處理好 還一兩位 沒有啦 我現在 這有攤商的問題 我聽不下去 真的 這個攤商 這個攤商 他也要全部 來 市長 我想你是一個很願意負責的 我相信你也願意給我們市民 一個很安全 跟遠於恐懼的生活 啊我想 市長 我拜託你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們承諾一下 那這個案子到底要怎麼處理 好不好 現在5月2日 市長 你請坐 我請市長答案 我們已經要說多久了 你知道嗎 那家長是說七八糟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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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秘書長你請坐 我一定要補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動作 好啦 你不要跟我講這個 你請坐 你請坐 謝謝你請坐 喔 秘書長 他這還有一些貪傷這些問題 這個不是只有我們幾個人在談 他當初那段環境 只有一些招販 他現在如果漏用後 還要安置到哪裡 這個整個他都要非常的完整 那個會 那個會我都開過了啦 秘書長 我剛才不是跟你強調 連這裡公務局很認真 他開過三四邊會 我都有參與 我知道啦 現在就差市長你簽個字 同意到底方案一 方案二 那些事情是要拖多久 你還在跟我說什麼 要評估還要研究 我聽都不下去 這個效率是這樣嗎 這不符合市長的時效嗎 我覺得市長對事情的 效率不是這樣吧 我跟市長說 也不知道這件事 市長答應一下 是不是市長 現在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我現在剛剛聽你們 因為這個事情 當時我交由 吳秘書長 全錢出力 但是這個部分的金會 一億多 跟三千多萬 那我是 我會認為 如果三千多萬 也不是很小的錢 不是說三百萬 三千幾萬 但是我是把 製造我的立場 我的期待說 如果他可以 我會選擇方案二 三千幾萬 但是我期待 他可以跟水日會 去討論 水日會說 要三年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 他可以說 他這個可以拖得久 因為今天這些錢 用在這裡 當然 工務局這個部分 他沒有變得這些衣服 這個部分 我會覺得說 如果他們能夠 把時間 說 如果這三千幾萬 賣三年 他如果說 可以拖 稍微 你把整出五年 六年 比較短的時間 我會覺得 吳秘書長 是不是能夠再跟 水日會 方案二 去處理 如果水日會 能夠把 那些錢的時間 我會覺得 這也是一個方式 我現在來謝謝 謝謝市長 沒有錯 我想我們 再笨的人 都選擇方案二 對不對 水日會願意 而且跟我們分當 他們也願意跟你談 對不對 我相信市長 跟我們秘書長 跟會長的交情 應該也都不錯 這實在是很簡單的 工作而已 你們就看 不然要怎麼分 水日會也同意 讓你們分年 其實要怎麼做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們就要 趕快簽到市長簽 市長簽 市長簽 準了你們要怎麼協商 就可以協商了 對不對 都挑方案二 你們光景後面當中 你們都沒有 大家都 這個文章走對 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人家說 他說這樣 我說這樣 我就聽他回憶 這是你們的辦事效率嗎 是不是 一個簡單議題 談了那麼久 對陳遠 現在五月二日 今天五月二日 比市長 你說一兩五月的時間 齁 我們跟七月底 這樣好不好 兩國通話 總是有夠 七十月的時間 嘛 這樣 我們解決沒有 齁啊 你在議長生 如果我剛才議長生 親切公公的 也沒關係 是不是啊 對 齁你 請請請 你七月底 到七月底 這樣我們解決沒有 這樣總是七十月了 好啦 謝謝議長 齁 我們這個時間 我們來努力啦 我們來 來 來 權議齁 來把這個案子把它做好 齁你讓陳議員回去 對我們有交代 這個民口有交代 對嗎 他經常來找我 呢 他如果被困養 被困養 他就來找我 我兩天就叫他去找人 好了 真的呢 我覺得你們都沒有提到民心 呢 一個工作 一個簽文而已 我相信只要到市長 我相信市長絕對同意的啦 你們 他們的牆手家 到底是在拖子 我看不見 這麼簡單的事情 拖子 我想 左男商圈的再照 我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很快的帶過去了 齁 其實我們左營男子的商圈齁 從北到南齁 我想 最北的大概就是 男子 高雄大學 這個區塊齁 其實我覺得 對男媽很不公平 男子嚴格談起來 他並沒有一個 非常 很 等於說 讓人家覺得 印象特別深的 或者是說 我們市府 著力很深的 一個 商店圈 商區出來 免競說起來 大家都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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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商圈齁 人口比較聚集 商店比較多一點 然後男子的火車站前面的 南都商圈 這個區塊 這樣而已 好像男子要挑出一個 很好很有 指標性的商圈 說不 真的沒有 啊 就是只有交工區 這個就業機會而已 啊 過來就是說 往北走 我們的 市運主場館 是一個指標性的 一個建物以外 我們左營高鐵這樣的商區 商區 也沒有拜 我們高鐵之福 也沒有三鐵共工的因素 也沒有因為三月百貨在這邊 設點 讓這邊的商圈更 就是繁榮 啊 商店更多 更聚集 沒有 到現在那邊還是冷冷清清的 然後包括 那邊的 地價 黃稅都在漲 那些市民 為蒙其力 就先受其害 因為你說 還有發展 發展 可是什麼都沒有啊 就真的是沒有啊 那些行李也是很不好做的 那些店家 你看那些招租的一大堆啊 那些店家也沒有增值啊 市場啦 實際的買賣也沒有啊 然後 我們再往北走 我們的左營 我們左營 我們左營 我們左營大陸的商圈這邊喔 往北走的地方喔 左營大陸喔 商圈喔 大概 現在也沒有啦 過去 在我小時候我印象記得 我們真的大陸 有夠老爺的啦 我還記得我爸爸當民意代表說 那時候左營大陸還擴充道路啊 因為 真的需要這樣子來建設啊 啊結果現在呢 是從翠華路開闢之後 已經失去 未來台17路 再開闢 也有可能因為這樣的衝擊 左營大陸的商圈會更沒落 我相信這個我們在地的 我們金華局局長 我們男局長應該感受最深 那你想我們連資坦 這個案子 發展為一個觀光景點商圈 我們已經談多久了 到現在齁 我真正的 我對你副市長 我還是有點意見 你的BH應該過了啦齁 可是到現在 我好像也沒看到有什麼大的作為 連談的這個小組啊 到現在也沒有把這裡的什麼 一個規劃出來 到現在海上齁 那 連資坦談面還是V7 待會我會有時間 我要再跟你們討論啦齁 那現在就是整個這邊 除了前陣子 我們在地的 然後不愧是我們在地的出生的 我們的局長 男局長 他有再來 開一個商店街的營造齁 這間還做一片討論而已 到現在還是沒有啊 啊 整個連資坦的 連資坦商店街 在造 公家庫啊 也沒有下文 那左營大陸的生意 又越來越壞 那你想 整個這樣子一個 左南地區 幾乎生意 都做不下去啊 都不好做啊 啊 只有啊 你知道嗎 我們房地產要增 就是要有就業力嘛 要有就業力 人就願意留下來嘛 啊 有人留下來 房地產才會增 這個是一個循環嘛 結果這樣 商機都沒有啊 商機不動人 大家也出去外面找頭 去外地找頭 我覺得左南 唯一能夠提的 大概就是我們 瑞翁夜市 跟我們的巨大漢神 那個區塊 荷格仔還有這個地方 它是老院 因為 我們有瑞翁夜市的知名度 我們有巨大漢神 所以這個地方還堪稱 可以一點點 有這個商機在這裡 還有老院 可以在我們左南 是一個指標性的東西 以外 真的 我剛剛提的這些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們 引以為榮的 沒有讓我們覺得 事務的 關心的眼神 有照顧到的 就是讓人家的店家 自生自滅 讓人家去做生理 自己去發展 我覺得我們事務都沒有 進到這樣的一個輔導 或者是去關懷的一個 幫忙的一個責任 那再過來 我要講的就是 除了我們巨大 跟我們瑞翁夜市 這個商圈以外 大概就是我們的 育城 名城 育城 名城 是我們 吳局長在任的時候 現在的秘書長 你口口聲聲說 育城 名城 商圈 要把它營造出來 好 我要特別提的 就是說 我們育城 名城 這個商圈 當初在我們 吳局長你的 正 高度的政策之下 你希望把它營造的 一個非常好的 可是育城 來 你現在 你希望名城路 能夠 變成北高雄 成為一個活動的 一個指標 然後能夠有一個 什麼左岸之美 街道要非常漂亮 然後這是育城 那育城 你又說要結合 這邊的商店 社區的規劃 能夠成為 創造一個區域性的 地標 強化地方的特色 結果 你育城路在造街的時候 你知道有多失敗 我相信你也不用我講 名城育城 我想市長 議長 名城路 我記得那時候 在造街的時候 我們還有七個議員 不是只有我們左南 有甄立院 小港前鎮 有我們議長 我們議長 那時候是秘書來 我們議長是錢金 欣欣 我們的吳義正議員 還有我們曾經檢議員 還有同院政三民區的議員 還有我 我們有七個議員 同時在關心這個議題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只有我們 做人贏的人在怕而已 整個高雄市人 都在這裡轉 但是當時你們那個 造街政策 真的是非常的失敗 真的非常的失敗 我現在在這邊舉一下 當時你們還特別要規避 道安 的檢驗 那時候交通局 我也不要問局長 我已經 我這個已經問過了 因為這條路 整條路你們都沒有經過道安會議 你們為了逃避九十天以上要送道安 所以你們把規劃的 都是短時間 一節一節短時間的 結果你們現在只有 九十七點三月七號 到三月二十七號 把提供要完成啦 完工啦 結果 看多久你知道嗎 我剛剛有秀給你看 九十七年一月四號開工啦 完工是九十八年的四月二十九號 好 只要一單半 好啦 好 下一節再齁 好 休息十五分鐘啦齁